这 竟然是光元素精灵 传说只有在天体间最纯净的光元素中 才有一万分之一的机遇 诞生出光元素精灵 他们生来无拘无束 极难被捕获 但只要与人类递结其余 就会成为最顶尖的灵卢 为拥有者的任何光明属性技能增幅 它是所有光属性职业最梦寐以求的宝物 而且在联盟的记载中 已经有数千年未曾出现过他们的踪迹 没想到魔族竟然抓到了一个 还派了一名七届魔族护所 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不好 这些黑暗里能够合适的 你先把他救出来 光鱼 双龙银 小家伙 你太虚弱了 希望这些光元素能对你有用 我会将你带回取魔关 交给狭者大人 他会安排人给你最好的救治 团长 这是七届世穴背塔的魔精 曲里魔塔至少可以换两千弓尺 我们这次赚大发了呀 那 那 团长 团长 你发什么呆呢 本公主看首饰的眼光从没出过错 这条项链一看就不是凡品 什么 宝贝 莲儿妹妹说的没错 这光子 这质感 绝对是个难得的大宝贝 等等 团长 七届魔族亲自护送的大宝贝 肯定很值钱 咱们自己留着吧 不 我准备把它上交 团长 为什么 猎魔团在外执行任务 是可以保留战利品的 七届魔族护送的东西肯定不简单 很可能关系到驱魔关的安危 所以 必须由狭者大人来判断 最后一只 终于搞定了 领队 这次行动 我们团一共干掉了十八支五届魔族 第一名 一定非我们莫属了吧 把最后一面土枪解除吧 这次任务已经完美结束 召集所有人 回去魔关 女子 摔 試 呃 keys 자기 这些被塔是你们干掉的 当然了 领队 这可是我们团长亲手干掉的 是我们的战利品 他们居然干掉了一个期间 怎么可能 弟弟 你没有受伤吧 姐 我没事 好样的 听令 销毁所有物资 全员撤退 那群该死的跳子 偷了我们的路线图 本大王要将他们碎尸万段 真是废物 连一点东西都守不住 阿罗仙 现在怎么办 云良队被毁得一干二净 没了粮草 那群炮灰都得饿死 我们还打个屁的去摸棺 你是说 云良队什么都没剩下 哼 连根毛都没剩 就连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那件宝贝 都被他们抢走了 有意思 那件宝贝 可是人类无法拒绝的诱惑 而那上面 还留着国王的印记 今儿 传我命令 把所有的军队全都撤回来 下者大人 龙晃城的战术非常成功 我方不仅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还将魔族玉良队和魔族的玉良通道尽数捣毁 很好 魔族半年内再无法对我驱魔关造成威胁 而且龙浩尘更是带领一号猎魔团 斩杀了魔族玉良队的首领 七阶的嗜血被塔 好尘这小子竟然能越两阶斩杀魔族 所以下者大人 嗯 我知道 你就是想给那小子多发点功勋吗 还有一件事 罗浩尘他们 在击杀完试血被塔后 在他身上发现了这个 只是属下暂时也看不出里面是什么东西 有点 开 竟然是光元素精灵 什么 光元素精灵 这种灵卢 不是已经几千年没有出现过了吗 为何落在魔族手里 越是罕见的灵卢 越是难以预料现实之地 不过这小家伙 被魔族折磨了这么久 再不治疗 恐怕命不久矣 小家伙 我知道你们元素精灵 都向往自由 不愿成为别人的玲珑 但现在我可以帮你治疗 也请你给我们人类 一个与你节气的机会如何 下者大人 曲莫关最适合这个玲珑的 就是光药天使团 如果能将这个玲珑交给我们 曲莫关的实力 一定会大大增强 光元素精灵天生灵智 让他自己责主 最为何事 传领 曲莫关 全人集合